果然姐姐对弟弟有着与时俱来的血脉压制 起因是一个小男孩深夜哭哭啼啼地跑到派出所询问叔叔有人打他犯法吗 此话一出 民警们以为是有人殴打虐待未成年人 感觉事情严重 必须要高度关注 于是进一步向小男孩询问相关的情况 可是没想到接下来小男孩的回答直接将叔叔们憋出了内伤 原来小男孩在做作业时偷偷拿手机打游戏被姐姐发现 为了让弟弟更好的学习 于是便给弟弟来了一顿爱的奖励 被揍惨的弟弟也只能跑到派出所寻求帮助 然而没想到接下来小男孩的一句话直接把叔叔给整不会了 民警也只能耐心地教育小男孩当警察是抓坏人的 不是抓姐姐的 最后叔叔联系上了姐姐 并对姐俩进行了一顿思想教育 然后姐俩是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时候有位眼见的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 离开派出所时 姐姐怎么救出了弟弟的后搏梗子呢 立马有网友回复 与我当姐姐的经验看 这下小男孩是完了 可不敢胡说 咱就是说 好好的一个家暴案 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变成血脉压制了呢 然而无独有 下面的这位姐姐坑起弟弟来也是相当的炸裂 妈妈正在教育弟弟 你站起来比老师都高了 你下课还甩上几条了 妈妈吃穷了 那么作为家庭的缓冲带 下课怎么不老呢 对呀你下课怎么不老呢 又咋坏下课你不老呗 这哪是缓冲带 纯纯的就是催化剂啊 进入第二场 这要是个男同学传还行的 就怕是跟女同学心思不在学习上了 你是不是跟女孩传什么 你是不是跟女孩传什么 我让后宫不许干涉内证是有道理的 妈妈试图原谅她的儿子 你给我下个保障 我妈就不说你 我不同意 你幽语这次月考也没及格 对啊 你幽语你都没及格 你说你这人家学咋的 你不就要穿纸杆了吧 你老师还是看他一个 这边我 跟你们手指都开 我一个人都得 此时的弟弟已经彻底被憋出了内伤 不过这还没完 不是你气个闹 那你是不是想打妈呀 你一想打我呀 咱就是说 这山中点火的功力 起码在后宫待了一百年啊 笑